富邦金控举办法说会公布最新财报 累计前三季的税后成益比去年大增了17个百分点 突破268亿元 另外对手永丰金现在积极扩大布局 旗下的南京子航预计会在明年初开始营业 由董事长蔡明忠领军 富邦金控营运表现超强眼 社会旗下人寿累计前三季税后成益 占上166.02亿元 贡献金控获利比重达到62% 整体投资收益率4.38% 推升金控财报缴出超水准表现 人寿表现亮眼 旗下北富银也不逊色 在非净利息收入成长带动下 累计前三季税后成益达到91.74亿元 占金控获利34个百分点 益住母公司前三季大赚268.79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17% 我想在行动商务在行动支付 以后我们还包括数位汇流 我们也希望富邦能够更紧密 富邦金财报令人满意 对手永丰金则透露旗下南京子航将在明年第一季正式营运 力拼开业第一年损益两瓶甚至小福获利 第二年渴望追凭台湾母航表现 至于抢进上海自贸区 目前还在评估中 不排除将以分行方式切入市场 富邦水卢关宇台北报道